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韻彩衝刺班之球員小教室 沒錯 在投作之前呢 也要更好地掌握各隊的陣容 更加了解各隊的實力 今天就要為大家介紹 曾經摔倒摔出名堂的內瑪爾 曾經的巴西天才少年 內瑪爾如今也邁入了30大關 無數的巴西球迷 又還是將他視為繼羅納度之後的巴西足球救世主 期待他有朝一日能夠帶領巴西重回頂端 拿下世界盃冠軍 1992年在巴西聖保羅出生的內瑪爾 繼承了職業足球員父親的名字 童年時就是滿滿的足球 據悉他九歲的時候 房間還有54顆的足球 另外他也常常提街頭足球 以五人制足球訓練自己 快速思考還有移動的能力 這些經歷也都造就了他如今華麗又靈活的腳法 2009年內瑪爾以17歲之資 貢獻了自己在桑托斯的職業生涯首秀 該季他就表現非常亮眼 隔年他還率領了桑托斯 拿下了南美自由杯冠軍 個人也獲得了年度南美最佳足球員的殊榮 2013年內瑪爾轉戰西甲豪門巴塞隆納 也就是在此時他和梅西以及蘇雅雷斯 組成了MSN連線 大家都知道這個MSN連線是非常恐怖的進攻三叉戟 三人也幫助巴薩成為史上第一支 兩次拿下三冠王的球隊 內瑪爾在巴薩的四個賽季 總共為球隊贏得了一個歐冠冠軍 兩個西甲冠軍 在西班牙國王杯還完成了三連霸 2017年8月有當時25歲的內瑪爾 世紀轉彙 以創世界紀錄的2.21歐元 轉戰了大甲豪門巴黎勝日爾曼 現在再度和梅西以及Mbappe 組成另外一個進攻三叉戟